世界贸易90%的货物运输是通过海运完成的 海员的重要性自然不能多说 那今天是第12个世界海员日 咱们一块去看一下山东海员工匠的风采 今天是第12个世界海员日 山东多地市纷纷举办海员日庆祝活动 海员是建设交通强国 海洋强国的战略资源 是航业安全的基本盘 截至6月 山东注册海员数量超过20.2万人 约占全国海员数量的22% 约占全世界海员数量近十分之一 2021年外派海员约2.5万人次 劳务外派收入超过7亿美元 山东海员品牌已具有国际影响力